節目開始 上菜啦 記得訂閱11點熱炒店 YouTube頻道喔 我就開冰箱 我就看到 切好的水果要吃的當下 我老公就這樣 他說你不可以吃 那是你女兒的 你老公需要再教育啦 你讓他來上我們節目 哥教他幾件事情 他上次來過 你說先不要 那好 那雞腿給小孩 雞刺給婆婆 Terry刺雞胸 雞胸有兩半嗎 那你一半分老婆不行嗎 然後他女兒就說 我在東區 然後他把她說 OK 很順路 那爸爸現在去接你 15分鐘之內就會到 那你等我一下 天母動 15分鐘 晚上沒有塞車 沒塞車 可以 如果 開到200公里是可以的 可以 11點熱炒店最高燥 不嗆不辣不上桌 上次錄影講到一個事情引起 熱烈的 很天人 可以想 你跟他們講 你講了什麼 是這樣 那個 老婆抱怨老公 真奇怪 同樣的事情 你可以包容小孩 為什麼你就不能包容我 對啊 對啊 那老公就說 不是喔 老婆跟我 跟小孩跟我對不對 那老婆你跟我不同姓 小孩是姓我的姓 小孩是我自己人 老婆妳是外人 什麼 你一定說 你們聽了這個 好生氣 姿佑姐你有沒有覺得 是不是 這種話就算是實話 我們也 你不能這樣子講 因為小孩跟我們有血緣關係 妳跟我再親 妳跟我的DNA 沒有一條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回她 我說 那我們跟你沒有血緣關係 我們還願意為你做牛做馬 生小孩 顧老顧小 那才是真愛 妳還不把我當自己人 那血濃淤水的那個關係 妳的血緣還不是我們生的 那妳應該說 我們不是血緣的自己人 不是我是那種想法 我在轉出那天錄影的對話 不是 那應該是說 我們不是你血緣關係的自己人 但是我們是你選擇的自己人 對啊 照顧我們的是你 我們耶 又不是小孩 以後推人魚 誰幫你推啊 對啊 對 那血緣關係 這個就是沒辦法嘛 可是哥講的是實話 那個皇帝身邊 那麼多閒冷的大臣 他為什麼不把皇位給他 他兒子笨子的笨子笨子的 他還是把皇帝的位置給他 TERRY你說 你是不是有這種想法 你現在馬上講 你不可以想 你不可以想 你是不是覺得 沒有 你是不是覺得美玲是外人 你剛剛顧慮了三秒 不是 應該是說 美玲是不是外人 應該說媽媽生我們的媽媽是偽人 好不好 媽媽生我們養我們 我的生母 那如果我的岳母算是恩人 因為岳母生了 他我才有辦法娶到他 但如果說女兒是上輩子的情人 那他是誰 那老婆是 有這個樣子比較好嗎 是 你簽到 所以老婆這輩子才跟你要債 就對了 所以為什麼 美玲說 阿嬤太欠債了 上輩子欠了 所以我們就是 這輩子是來還債 我們今天自己集呢 是要讓女生來好好控訴一下 在感情裡面既然把他當外人 真的是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歡迎 我們的鼓組來賓們 歡迎Julie姐 大家好 姿佑姐 雲傑 雲傑姐 雲傑 東東 嗨 來 我們的夫妻檔 Terry和美玲 嗨 大家好 來 發生哪一些事 讓我覺得自己像外人 第一條 好事從來沒我的份 這就是姿佑姐的事 姿佑姐 真的 因為我覺得台灣媳婦有時候 因為忍耐慣了 然後也不敢反駁 其實我們那一輩的 不太像你們年輕的時候 都敢講跟敢要 我們真的比較不敢 所以我覺得 久而久之就變習慣 像其實我最記得我公公 是非常超級無敵 寵愛我兒子 因為我兒子很愛吃火鍋 所以以至於我們那時候 我兒子大概從大班 一直到小五這幾年 我們只要是吃飯 家族說 一定吃火鍋 我都以他為主 對 都是以我兒子為主 所以我有時候都覺得說 有一次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不要啦 我還聽跟我兒子講 媽媽這一次想要吃西餐 我們去帶他們去吃牛排 然後我們帶他們去吃牛排 那這樣子你還可以 給你吃一個蛋糕這樣 我還跟他交換喔 沒有用耶 等他去跟我公公講 我公公說不用啦 你媽媽他們愛吃 他們平常自己都可以吃 我們還是吃你喜歡吃的就好了 哇 對 所以我們還是沒有辦法 妳兒子不能堅持說 我就是要吃牛排 但小孩就是很容易被阿公說服 但是我最不能合理化的一件事 就是到我現在都還覺得 圈圈叉叉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也很多年了 但是像說實在的話 我婆婆從我家過去到現在 他們其實都不太買東西給我的 然後他們只要出去買 出去玩 他會買給 他會買給我孫子 買給我小姑的女兒 買給我小姑 還會買給我老公 喔對 那大人都有 如果說只有小孩 那就算了 沒有沒有 他會買給我老公 對啊 他會買給我小叔 就是他沒有 對啊 那這樣就唯獨你一個人沒有 沒有 然後他就 小姑也有 然後他就會講說 也不知道你喜歡什麼啦 像這個話好像你覺得理所當然 Perry 沒有啦 Perry 他可能說小姑是自己的女兒 因為是他女兒 對 你就跟我老公講一樣的話 那你是誰 你是你爸爸的女兒嗎 你就 你說小亮哥這樣跟你講說 因為那是他的女兒 然後他說 沒有 因為怎樣你知道嗎 我有時候最不笨接受就是 平常就看到他 小姑啊 一天到晚寄東西給小姑 然後每次他們來我們家 就拿很多東西回家這樣子 那我有一次我就覺得 就跟我老公murmur一下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老公真的就講了一句 他說 你管那麼多幹嘛 他是 阿媽媽 女兒跟媽媽拿東西 阿媽媽給女兒幹你什麼事 你就不要管人家啊 你又沒有你的事 很傷心耶 問題是在我家耶 對啊 我們不是住一起嗎 對啊 而且是誰照顧 婆婆 對啊 東西我買啊 你也叫媽媽叫得很輕啊 對啊 東西整理買的不是都我嗎 對啊 這是一種感覺 也不是說我們要什麼樣的禮物 那你會不會情緒就反映出來 反映喔 其實我到現在還沒有反映 妳現在不就在反映嗎 對 就是 其實是玉琳哥叫我反映 不是 姿佑姐說 因為她那個那一輩的 他們的教育 她就會覺得說 不敢吭聲 逆來順受 對 她不想多說 人很奇怪喔 就像有個老公 她一天到晚謝謝說 誰請她吃飯 她從來不感恩那個 每天幫她煮飯的人 對啊 對啊 可是我老公也很白目耶 因為我女兒現在開始吃了 開始可以吃食物 食物的階段了 然後我老公就會買一些 有機的啊 然後特別貴 特別新鮮的所有水果 例如說她有一次 要做副食品給我女兒 你知道花了多久的時間嗎 六個小時 那六個小時 我都一個人在顧女兒 她只是為了要煮一頓飯 給我女兒吃喔 她就要煮一些什麼 雞肉泥啊 地瓜泥 蔬菜泥什麼泥 她弄了大半天的時間 就為了做給我女兒吃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 在等她的時候 我就餓嘛 因為我顧我女兒 顧得很累 我就開冰箱 我就看到 切好的水果 因為以前還沒生小孩之前 那些東西一定是我的 所以我就會順利的 拿起來要吃的當下 我老公就這樣把我的手拍掉 他說 你不可以吃 那是你女兒的 然後 你如果要吃 你自己去切 對 他還說 你女兒那麼小 吃一滴滴 其他的你吃有什麼關係 他說不然你就等你女兒 因為我現在 我小朋友吃一吃 他就會掉地上 或是掉桌子上 他說那那些他就不能吃了 你等到他掉在桌上的時候 你再撿起來吃就好了 你是狗喔 不是 因為我家的狗 不吃地上掉下去的東西喔 而且我再補充一件事喔 你知道那個 你剛剛說我是狗對不對 你錯了 我連狗都不如 有耶 我老公會煮東西給小孩吃對不對 有一次我也是累得半死 就在哄我女兒睡覺 想說讓老公可以多陪女兒 就是多休息一下 結果下來之後 廚房一片的背盤狼藉 你知道我老公在幹嘛嗎 牠在煎牛排給我家的狗吃 我沒有煎給你吃 沒有 你家牛排 你家狗為什麼要吃牛排 因為我家狗已經被牠寵到 什麼都不吃 只吃牠煎的牛排 然後有一次我肚子餓的時候 我就說老公拜託啦 你以前幫我用的豬肋排很好吃 可不可以幫我弄一下 我老公說 你可以那個 那天我買那個碗裝的泡麵 很方便 你直接放過去熱水一按 三分鐘就可以吃了 比較好 不然等一下還要收廚房太累了 妳今天只要吃牛排 牠說那是給狗吃的 妳是人類 對啊 妳在帶小孩 妳不會吃牛排 沒有 牠說 因為妳泡麵妳吃得進去 但是Tuffy不能吃泡麵 所以牛排只有一塊 那妳就留給Tuffy吃好了 只有一塊 妳覺得牠結婚前是這樣子嗎 生小孩前不是這樣的 什麼生小孩前一定一定會這樣 對 生小孩前就是我要吃什麼 就是我立刻就是要什麼 但我們當爸爸 有時候也沒好到哪裡去 那女兒吃東西都要在地上 那女兒說要怎麼辦 東西都要在地上 媽媽說 沒關係 妳爸爸會吃 我們家都是我吃喔 因為我有一次把我女兒掉在 不是地上 掉在桌上的蘋果拿給我老公吃 但我女兒已經吃過一輪了 然後我老公就說 不要了 不要了 然後我剪起來所以我老公就說 媽媽好棒喔 媽媽好偉大 妳老公需要再教育啦 妳讓他來上我們節目歌 教他幾件事情 她上次來過妳說 可是講到教育很久 美玲也沒好到哪裡去啦 講到這個我真的覺得感同身受 妳知道就是我們結婚前 捧在手心上當什麼一樣 妳出去撥一下 一定妳的手都不會沾到 他一定都幫妳剝好 然後什麼都幫妳弄好 現在我們家兩個小孩 有一次我記得我們去吃烤雞 兩隻雞腿 好 老大的 來 老餓的 再來 該輪到我了吧 我真的很餓 我已經慘白了 雞翅 婆婆的 蛤 然後他自己健身達人 他吃雞胸 最後到我的時候 剩什麼 都沒了 雞 雞 都沒了 連屁股都沒有 屁股當然也 沒有 給他 還有腳 雞頭總是給妳吧 要敗人 就是沒有人要吃的 都是我的 那個腳跟頭又沒有肉 對 然後我沒有去想說 美玲嗎 Terry 我的咧 然後最後是 我們家老大還有一點點 童琴琴說 媽媽 妳都沒有吃 我的一口給妳咬 我的地位已經要 已經要我們老大來 施捨我他的雞腿肉 想到我們的都是小孩 Terry 這個妳要好好的松明一下 這個其實是有一個考量的 因為我 跟我媽媽出去 然後我們等於是三大兩小 那妳知道去那種烤雞店 妳三大兩小 妳不可能點兩隻吧 對 為什麼不可以 點兩隻雞 就是烤雞會吃 就吃不完 妳整餐都在吃那個烤雞 那我們通常去那種烤雞店 我們會點一隻烤雞 再點個菜 點個配菜 對 妳覺得要吃菜就好了 也不是 就想說 就想說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福的人 我出去吃飯 我不喜歡吃完桌上 剩一堆東西 然後那時候確實 我們餐廳那時候 因為放假連假很多人 那我們好不容易真的拍到了 我也知道他們很餓 那不管是怎麼餓 我們都先給小孩 對 那我覺得說 那時候他有就是 因為他喜歡吃雞腳 所以我就想說 因為我媽媽 又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 我媽媽就說 雞的東西不能吃單 不能只吃單隻 不能吃一 就是他喜歡吃雞隻就要吃一對 然後喜歡吃雞腳就要吃一對 成雙 如果吃一隻的話會吵架 所以你雞胸 你也不給他一半 可是你有真的喜歡吃雞腳嗎 其實 真的是 真的是因為沒得吃了 對 因為他講這我超有感的 因為我們家的人都以為我喜歡吃魚頭 可是你一定有誰喜歡吃雞腳嗎 對 因為媽媽都是吃剩下來的 對 我們永遠都是等人家轉完了 看你們大家要吃什麼 我們吃剩的 對 然後他就以為你喜歡吃這個東西 他沒有事嗎 我跟你講 我們就要上獅子頭 或者吃半顆 不是因為我不能吃一顆 所以我就想說先吃半顆 看大家還要不要吃 要講這個是吧 我女兒一直以為我喜歡吃香蕉皮 怎麼可能給你吃香蕉皮 那是因為我把香蕉都給他吃了 不是可能啦 不是那好 那雞腿給小孩 雞刺給婆婆 Terry吃雞胸 雞胸有兩半嗎 那你一半分老婆不行嗎 我跟你講Terry也是有被當空氣的時候過 對 Terry給你反駁的機會你說 我說互相 像比方說跟我媽出去 我就覺得說 就以我媽為主 那如果說 像有一年父親節 那父親節就是 也是就回他的山區 就我岳父那邊在山上 然後想說 都要準備 他們喜歡吃的 比方說 山上比較難買到牛肉 我就買牛肉 然後父親節禮物就是可能 以前他們捨不得買電動刮壺刀 我就買電動刮壺刀 舅舅 舅舅很大吧 母舅很大吧 結婚的時候做主桌 舅舅喜歡什麼 山上潮濕 那我就說 跑買廚師機 就什麼都想好了 然後這樣整車大袋小袋 大包小包 就回到他們家 我就幫大家烤肉 我就開始弄 因為你知道原鄉部落 有時候來來去去 舅舅來了 阿姨來了 什麼親戚來了 我一個人 那個晚上我就烤 來來去大概烤 就是一來就烤 烤完就吃 烤完 對 烤完就給人家烤完 外面那個烤爽那個 外匯 外匯的求必應 對 有求必應 我就一直烤一直烤 那他們因為這樣 妳講的我突然好想吃烤肉 對 真的 我一直烤一直烤 親戚你知道嗎 又會問說 妳有沒有吃啊 我說有啊有啊 妳不要擔心我有吃啊 妳怎麼可能會說妳沒吃 對 烤了三四個小時 然後那時候天色也晚了 然後大家都去休息 然後我就一個人去廚房裡面煮泡麵 煮泡麵 搞一整個晚上妳不吃肉味 肉都沒吃到 就吐司跟泡麵 然後她就從房間出來說 妳在幹嘛 這麼晚怎麼不睡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面 我就想說 今天是父親節 我也是孩子的 過了一個沒有吃到肉的父親節 對 可是我就變成說 我到你們家就 我可以就 妳好像是烤肉的人 我是烤肉手 對啊 可是一般烤肉不是都會邊烤邊吃 所以我想說你有吃啊 對 一般都嘛 邊烤自己邊偷吃 沒有 因為我跟你講 人來很多的時候 妳根本就會想說 我怕人家吃不夠 而且人家想說 女婿久久回來一次 因為妳不是說跟岳父常常 都在聊天 對 那他們都在聊天 那我們常常 久久回來一次 那我覺得總是要求一點表現 對啊 然後就覺得 那去你們家 那下次我們吃飽的時候 然後妳再開烤 吃飽的時候再開烤 就是上山前妳先吃飽 對啦 妳 就是要吃那兩片雞胸肉是合理的 不是 這樣子兩個不同的時間吧 妳再三下先雞胸肉吃飽了 上去就負責烤就對了 對 來 接下來 什麼時候覺得自己像外人 自己的女兒 自己的兒女最重要 自己的兒女最重要 東東 對 講到這個呢 因為剛剛講到 就是吃東西的部分 我第一次 第一胎生完女兒的時候 那時候正在坐月子 然後就坐在我婆婆她家 然後她就晚餐 因為其實 坐月子的女生其實蠻容易餓的 因為要哺乳 因為妳要哺乳 對啊 要餵奶啊 所以一天其實吃個五六餐都蠻正常的 結果那一天呢 就晚餐 吃完下午的時候 我就是喝一些中藥湯 我就好餓好餓喔 可是婆婆就煮完了 晚餐擺在桌上 就一整排 哇 就看了就很想捏來吃這樣 然後我就說 那個我可以吃了嗎 她就說 不行不行不行 她們那個還沒下班 還沒下班 她們還在路上 然後我就躲到房間裡面 就是跟 就是打電話給我先生說 傳簡訊給我先生說 我真的餓到很難過 妳可不可以趕快回來 結果到最後本來是五六點 孕婦應該是五六點就要吃了 結果那一天大概八九點才吃 蛤 妳不是餓婚啦 因為如果自己是自己的媽媽應該是 五六點就讓我們吃了 那妳就先弄一碗去吃啊 對啊 太餓會沒有母乳耶 這感覺會很很 很沙 她比我還慘 她連泡麵都沒得吃耶 沒有 因為那這婆婆的地盤 妳根本不能吃泡麵吧 也不能吃泡麵吧 對啊 妳也不可能去翻她的櫃子 也是 妳幹嘛幹嘛幹嘛這樣子 就是感覺以兒子為主啦 就是希望兒子回來 是看到就是滿桌的那種滿滿的菜 因為妳吃就會破壞她的擺盤 對 兒子看得不高興 然後妳還有一次吃怎麼樣 其實這個事情其實就滿藏在我心裡的 就我有一次在中立工作 然後工作結束的時候已經晚上了 其實滿晚的 剛好我工作的地方是滿偏僻的 然後我就拖了一個行當這樣 一整個行李箱 然後我就 因為其實我也是想要當獨立的女生 可是真的找不到車子 我就打電話跟她講說 妳可不可以方便來接我這樣 對 然後她就 不知道旁邊是在 跟誰什麼對話之類的 她說 嗯 好好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打給妳這樣 然後她電話沒有掛掉 我就還在那邊聽 然後就聽到 她不小心沒掛掉 對 她不小心的 結果我就聽到我婆婆在那邊說 接她做什麼 我自己出去也都是自己回來啊 她不會自己做的時候回來嗎 然後我就 我還在聽喔 這個 七歲耶 然後我就 然後完全沒有講話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說好的 打妳當女兒呢 我就掛電話 這個會很心酸 然後就拖著那個行李箱 就是走在那個箱間小路上 兩條 那個兩行熱淚啊 看那個前面的路都看不到你知道嗎 因為妳也是人生鳳羽啊 對 我想說如果我今天在中壢這邊出事 而且這麼危險 而且妳先生應該要想說 我老婆一個人在火車站門口 很危險我要去接她 對 就過了大概沒多久 她就打來說 欸那個 我女兒 就是她說我女兒 要想要找媽媽 所以可能 一直在哭鬧了 所以現在必須要過去接妳 她 妳先生這樣子也是對的 她給她自己找個台階下 因為她媽媽一直不讓她走 那她如果硬要走的話 那到時候妳又遭殃了 對 所以她要用小孩 來稍微弄一點情緒 她 妳婆婆才會說 好吧 那妳趕快去接她 要不然她小孩一直哭怎麼辦 這樣子 但是聽到的時候 妳先生也是聰明的 也是 所以妳要給她的鼓掌 這樣子是不錯的 她有一個解決方案 至少她有解決方案 沒有 有時候可能單純只是真的 沒有媽媽不行 這個時候她才願意去接她 如果小孩沒哭鬧的話 她跟我也過去接 不要 妳幹嘛要這樣子 我剛剛這樣子講 比較美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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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祈福自己 要不然婚姻這個日子 有什麼不好熬耶 那妳聽到婆婆那樣講 會不會影響妳後來 妳回家看到她 會 因為後來 一定會 我當然假裝不知道 可是我都聽到了 這壓抑很久 心裡面有疙瘩了 然後我看到她 她還是說 回來了 然後假裝沒事 我本來還叫 妳老公去接妳的 有些婆婆會這樣子喔 就是她表裡不一樣 對 然後裡面說 妳怎麼沒吃飯 我叫妳不要等我 妳可以先吃啊 對 然後如果妳吃妳 妳會說 沒有啊 我叫妳誰怎麼不吃 可是妳知道她就是 對 妳怎麼自己回來 真是的 我講了一百次 我叫她去接妳 她沒去喔 對 真的會有這種婆婆 就是老公在的時候 婆婆就很視大體 我覺得她應該是 站在她兒子的立場上 她就覺得她不希望她兒子 她心疼她兒子 沒有想說 為什麼要開到中立去 台北開到兒子 有 那妳會不會這樣對妳兒子 我看是我媽媽的電話 一接通 林妹 跟妳講個件事 妳老婆是壞人 真的 電梯緩緩的從我們家 就降下來 我好開心喔 然後我想說 終於笑了 對 是不是 結果一打開 她從頭媽媽 完全沒看到我 她從另外一方 要去車庫 她幹嘛 等一下 記得要訂閱 開啟小鈴鐺 支持11點熱炒店的 YouTube頻道 11點熱炒店 台北開到兒子 妳有沒有兒子 有所以我 那妳會不會這樣對妳兒子 我兒子還沒有女朋友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我沒有想過 有可能就是 因為我也很愛我兒子 姿佑姐妳會不會這樣對妳兒子 因為妳兒子比較大了 不會 如果他交女朋友妳會不會 我真心說我不會 因為我兒子現在也有交女朋友 就對他女朋友很好 你不會這樣子 因為我們自己走過來的路 不希望 因為其實這樣最難過的是兒子 對 就是夾心餅乾 很為難 因為我們是因為不鬧 所以老公還活著 妳知道嗎 對 那現在的年輕人其實 不舒服會講 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對 他們不會忍受 對所以其實 妳如果做一樣的事情 其實兒子會不舒服的 那朱莉姐妳會不會 我應該不會 因為我自己也是過來的人 因為他跟我們也差不多 對 所以會變成是說 我也會覺得說 別人的女兒 一定要好好照顧 是啊 對 不然的話人家到我們家裡面來 人家就覺得我是惡婆婆 對 雖然我長得是像個惡婆婆 妳沒有啦 沒有 妳是面餓心善 對 對啊 面餓心善 我不知道該怎麼謝謝妳 好像被人家講面餓 也不是什麼好事 對 就是婆婆不把媳婦當女兒 在你們家會不會發生 因為我們沒有住在同一個地方 我媽在嘉義 我們在台北 所以人有距離就有美感 對 妳們都沒有發生過矛盾嗎 如果今天我們住在一起的話 我認為局面不會是這樣子 我猜啦 以媽的個性跟我老婆的個性 她們好像星座上面也不合了 我們家唯一有一次危機是這樣 以前每年母親節就會匯錢 如果不方便回去的話 那總是媽媽要嘛當天 要不然隔天就會打電話來 謝謝啦 我收到了 哇 你今年賺大錢匯這麼多 有一年很奇怪 我就叫我老婆去匯錢對不對 我要他會比方說八萬好了 母親節當天 母親節隔天 後天 那個熟悉的習慣的電話 怎麼沒打來 他不打來 我想說好 沒關係 反正我們這種事情 本來就只求付出 應該要做的 對 不問收獲的 你不打來 我是你兒子 我本來就不需要你的謝謝 對不對 就這樣過了半個月 你知道15天後的某一個 凌晨 15天後 對 過了15天 半夜 電話響了 我看是我媽媽的電話 一接通 她聲音異常而低沈 帶點哽咽 你妹 跟你講個件樹 我說什麼樹 花生什麼樹 你老婆是壞人 蛤 這麼嚴格 為什麼 我說怎麼回事 你幹嘛批評我老婆 我問你母親節的錢 是不是你叫你老婆去黑的 我說數啊 會多少 我說八萬 她說晃屁 我只收到八千 少一個零 就不小心少一個零了 那我說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就輸這麼可能 就掛斷了 妳媽媽 這麼激動 妳媽媽 難怪妳老人家 入醫生 那妳講的 妳媽才不是 妳入醫生妳媽媽 沒有 她常常講說她媽媽 她如果戴個假髮 她就是沈媽媽 真的 所以妳是像媽媽 我奇蹟敗壞 我老婆 我老婆想說怎麼可能 對啊 妳不是講八萬嗎 對啊 我說妳那個那個 淳舌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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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拿出來看看 她就東翻西翻 找到了 找到了 妳看 因為人家按ATM的時候 就有可能盲中出座 少按了 因為它那個機器有的時候 妳要用力按 對 有時候妳以為妳按進去的 其實沒有 妳要反覆地確認 妳碰一下 那個零沒有進去 八萬 當場就少一個零變八千 對 可是如果五個零就沒事 黃河都洗不清 那怎麼辦 可是老人家妳跟她講 什麼ATM那一東西 她聽不懂 她一輩子沒有去過ATM 她只會看她的存折 有沒有錢而已 妳這個時候妳只能說 媽 是我會錯了 妳要說是妳自己會的 要扛下來 扛下來說是我會錯 那我老婆自己也覺得很委屈 就是按錯而已 因為她也無法理解 對 她不是故意這樣 但她也無法理解鄉下的媽媽 不知道ATM這件事情 對 而且還有這麼年輕 那我老婆當下脾氣也很硬 她說這不是我的錯 妳這個怪我幹什麼 那她說半夜了 她們兩個有對吵嗎 還是妳在中間 沒有在中間 她們沒有對到話 是妳在中間 對 然後我們就先睡再說吧 就不知睡了多久 然後看手錶是凌晨五點 我聽到 然後我看我老婆也不在旁邊 她躲在浴室裡面 在浴室裡面幹嘛 我聽 她在打電話給我媽媽 因為我媽平常都 15點就起床了 媽 太感動了 你這個老婆真的值得你疼惜 妳說她是外人還是自己人 自己人 對 我聽著聽著 對啊 真的 真的 所以那是我們發生過 最大的一件危機 那我們家 也是會發生這種事情 就是 就是我覺得我是外人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我老公生的女兒是 他的血脈 對 然後可是我是別人就對了 對 別人的女兒 那所以呢就是說 常常會有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小朋友有時候要出門 然後或幹嘛 因為安全的問題 我們就會接送 因為我們家裡可能捷運站 或公車站都比較遠 然後 在大概18歲以前 我們就是有規定說 女生就是妳一定 不管出門多晚 妳就是12點以前 妳一定要到家這樣子 然後 每次一到晚上 11點就是放假的時候 我女兒出門的話 11點左右 我老公就會有點 坐立難安 然後就問我說 妹妹回來了沒 我說 好像還沒喔 我還沒聽到門鈴聲這樣 後來我就發現 她就在群組裡面留言 她上面留言就會寫說 妹妹啊 妳在哪裡 爸爸在外面 我就想 妳不是在我旁邊嗎 外面 對 她說 爸爸在外面 我可以順便接妳 妳在哪裡 她想要接她女兒 對 然後她女兒就說 我在東區 然後她說 OK 很順路 那爸爸現在去接妳 對 我在靠近天母 對 東區 很遠 好嗎 她說那妳多久會到 她說 我15分鐘之內就會到 妳等我一下 天母都東區15分鐘 晚上沒有塞車 沒塞車 可以 可以啦 如果新極如粉的爸爸 時速開到200公里是可以的 我寫了 不是 重點是 這如果是我寫的呢 她連看都不會看耶 就是這個差異性太大了 於是呢 我就心裡就想說 好了 正性反正發生算了 那也是我女兒 她也是為了她女兒著想 那我想說有時候 我也會想要討拍嘛 對吧 有一天呢 我就想說我去錄影的時候 那因為 剛好輪到我沒有車子那天 兩台車都在用 而且那一天 因為我還記得我必須要帶一些東西去錄影 所以我有點大包小包的 那我就打個電話給我老公 說 我跟你講 妳那個手機上面APP不是有Uber嗎 妳為什麼不能叫Uber呢 妳不是會叫Uber嗎 那不是很簡單的事情嗎 這會很傷心耶 妳知道嗎 我就心裡就想說 對 就是 我就要自己這樣扛回家 我就真的叫了Uber 可是我叫Uber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習慣坐家裡的車子 對 所以我就沒有帶我的門卡 然後我在那個時候 我沒有帶著那個門禁卡 我就不能坐電梯 就我跟你講 我到家以後 我就坐在我們家大廳 因為我就沒有辦法上電梯 妳為什麼不打給他 妳怕他 我打了 我打了他的手機沒接 我打家裡也沒人接 然後我就想說 好了算了 我坐在這邊 我就坐在那個大廳那個沙發上面 我就說 遲早 大概十分鐘 二十分鐘 一定會有人發現 對 一定會有人覺得說 媽媽怎麼不見了 對啊 總是媽媽多重要 我是她愛人 對啊 妳是她愛人 妳是她老伴 對啊 真的 結果跟妳講 真的電梯緩緩的從我們家 就降下來 我好開心喔 好感動喔 然後我想說 終於笑了 對 是不是 結果一打開 她重重忙忙 完全沒看到我 她從另外一方要去車庫 她幹嘛 那就是接她女兒 不是 她手機忘了車上 她去拿 她去拿手機 那她是因為她怕妳打給她 她沒有聽到 所以她趕快去拿手機 沒有 她就習慣性 她常常會忘記手機在車上 然後她想說 我的手機忘了在車上 所以她去拿手機 然後她就回頭說 哼 妳怎麼坐在大廳 妳在那邊幹嘛 妳為什麼不回家 蛤 我說我坐在這邊 已經半小時了 好嗎 我說妳們都沒有人發現 我沒有回家 我萬一被Uber載走了 就這樣走了 怎麼辦 她就說 不會啦 台北這麼安全 真的 她就在講這種話 妳們都不會覺得 妳們都沒有 我們也用一點點的美色 好不好 對啊 為什麼男生在結婚之前 都疼疼的要死 然後結婚之後就說 你不會死啦 死不了了 沒事 我不會有這個問題 妳就趕快問TERRY比到這 TERRY為什麼 TERRY為什麼 沒有啦 就 什麼意思 是女兒 可能我沒有女兒 我不知道 不要結巴 不是 就是會想說 小孩的安全會比較重要 就是那個 爸爸 然後對以前的老婆 女朋友的那個 訊號就會薄弱一點 不是只對小朋友 還有對還曾經是年輕的時候 的老婆 什麼 沒意思啦 等一下你 幫她講出她要講的話 對啊 我剛剛本來要點頭 不能點頭 OK 來 下一條 下一個 出事立刻推我出去 這就跟錢有關了 在我結婚之前呢 我們就談戀愛一段時間 但是是有點想婚啦 然後我們 結完婚 我們就要一起去看婚房嘛 其實她結婚的那段時間 她就說她有一間房子 然後結了婚之後 我們要去看一間婚房 她就說 我已經有房子了 所以 我們如果看這間婚房 她想要把那間房子賣掉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 比較多房間的 比較更大一點的房子 這樣的話 我沒有 她說她沒有青年手購 所以就 叫我就是用青年手購去買房子這樣 用妳的名字買 用我的名字買 因為妳有手購的資格 對 但是要我跟銀行借貸兩千多萬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我在我 就是我先生的爸爸那邊 公司工作 一個月才兩萬八 當時啦 然後我想說 我怎麼可能有能力 去付這個貸款這樣 然後當時呢 他們就一家人就說 你放心啊 我們大家都一家人啊 這個錢就是 不會讓你全部去負擔這樣子 你就是放心放心就好了 妳就負責借款就對了 要繳的時候 他們會幫忙處理 對 然後我想說 這麼一個買房子這種大事情 大家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然後 住了一段時間之後 中間不知道是怎麼樣 他們去 換了一間銀行來貸款 結果那個合約的內容 就有一點改變 就本來是有連帶保證人的 然後後來就是換了另外一間銀行之後呢 他們的連帶保證人全部改掉 也就是說 我一個人扛了兩天多萬的債務 結果後來房子被罰拍了 對 房子就是 因為妳也繳不出來了 因為 對啊我當時就 反正我就後來都沒有繳 他們也沒有繳 然後罰拍了之後呢 我猜 真的恍然大悟 因為中間其實你都一直想說 會不會他們不會這麼的 這麼的狠 或是 對啊然後後來發現真的罰拍了 然後也真的得搬家了 然後才發現法拍後的 一毛錢我都沒有 當時那個房子的持有人 是妳跟妳先生 因為當時 是我用我的名字當借貸人 對 所以是以我的名字 跟銀行借兩千多萬 但是這間房子的持有人 最後變成是他一半我一半 就是我們兩個人持有 共同持有 所以房子賣掉之後呢 就是我這邊是完全沒有半毛錢的 但是因為他是持有人 他沒有跟銀行借錢 所以他有拿到錢 然後我是完全沒有 我是負債的 我心裡想說 難怪人家會講說 睡伴三年糟 借我的心金不行 那這樣妳的信用也受損啊 對 對 就是兩年 其實像我們家 其實真的都沒有什麼大事 其實東東那個事情是比較大 我們是都沒有什麼大事 小事累積 就是我們每天都很多小事 對 就是小事累積 所以 對 這個情緒要自己排一間 真的 因為從以前我們 因為我 我就會做家事的人 我一下過去我就很喜歡 把家裡打掃很乾淨 那是妳的錯 對 這是我的錯 因為人家也沒叫妳做這麼多 對 妳只要一天做就是一輩子做 對 愛煮愛做 愛洗衣服 都是她的錯 對 太能幹了啦 對 人家說愛做就給她做 忍者多勞 對 那我就做完了嗎 妳們這些人 那妳現在偷襲下去了 妳又不能說 今天回去不會 開始怎麼做了 妳要現在不會 我說實在話 做也就算了 做妳還會讓人家覺得妳偷東西 就很煩 為什麼 什麼都讓妳說妳偷東西 他們就會說 那要不然我們家族旅遊 就一起去露營 其實我就會覺得 露營很累 然後又很熱 就是很多東西妳都要自己打理 對 Kerry妳確定媽媽喜歡錄影 她會不會也想住旅館 對啊 妳媽媽可能也想住旅館 想住飯店 對 做也就算了 做妳還會讓人家覺得妳偷東西 就很煩 什麼 什麼 妳偷東西 我跟妳說 太誇張了 因為就一樣嘛 我覺得老人有時候講一些話 他都以為我們聽不懂 沒聽到 其實人就是會這樣 有些東西 你越不想聽 妳就越容易去聽到 那其實我們都一樣 我們都覺得算了 就當作沒這回事 但是那個點就是會在 那個種子就會在心裡 妳知道嗎 因為我以前就會把冰箱 都整理很乾淨 那過期的東西是不是要丟掉 對啊 不然妳放在冰箱 要幹什麼 第一妳危害健康 第二我們不會吃 第三妳就暫空 而且小孩子有時候打開 不知道那是過期就吃掉了 對這就是我們最害怕的 所以我那時候清冰箱 就把一些過期的麵啊 然後一些醬料啊 然後一些中藥啊 什麼的放很久 我都把它丟掉 那我跟妳講 這個時候就碰到我婆婆的大忌 因為她忽然找東西找不到 她就說 對 然後呢 我後來第一次 我就會跟她講說 是我清乾淨清掉的 因為我都會趁她們不在 趕快清東西嘛 所以等她不再回來 或家裡變很乾淨 其實她有自己知道 我婆婆就知道 開始找東西 她就發現酒也不見了 然後導入也不見了 然後很多東西都不見了 都被我丟掉 那那時候她就會 就 Always 跟我老公講說 欸 什麼東西都好好的 沒有壞 為什麼要丟掉 那我就跟我老公說 那個都過期 就不能吃了這樣 我就叫我老公去溝通嘛 欸 那好 就溝通完了 就走完這個儀式感 走完 是不是就沒事了 對啊 從此之後 沒有沒有沒有 從此之後三不五時 她吃飯就會講說 筷子買的什麼筷子什麼不見了 然後過沒多久 吃飯吃一吃 我以前買好多 那個碗很漂亮 那個碗我也都找不到了 她把妳貼標籤 她認為妳會ㄎㄧㄤ東西 欸 對 妳偷那些東西拿去哪裡 現在還這樣子啊 妳要幹嘛 妳都把東西偷去幹嘛 妳都把東西偷去哪裡 其實我只是放在 另外一個房間的櫃子裡 然後講這個 那妳心裡一定很不舒服啊 對啊 那 那妳有沒有 妳是什麼心態 可是妳有沒有 妳幾歲了 妳耍什麼任性 妳沒有去跟媽媽溝通 說媽媽妳這樣子講 我心裡不舒服 沒有 我就會 就三不五時我如果有聽到 我就會講沒有 那個叉子我收起來了 我就會跟她講我東西收起來 我都有跟她講收起來 紫綺姐那妳脾氣很好 妳有沒有跟小楊哥吵架 真的沒有 我告訴妳我脾氣真的很好 妳們不要一見到 妳說我脾氣不好 我真的脾氣很好 她真的脾氣很好 妳聽著妳都不會委屈 然後說妳媽媽怎麼 妳媽媽怎麼講這種話 妳怎麼都不幫我講話 我真的不會 真的現代阿信 她真的是 我真的不會 這個我可以作證 她真的是這樣 紫綺姐妳真的很厲害 太強了 誰娶到妳真的是 倒楣 不是 一輩子生來的 紫綺姐妳可以嗎 妳可以不吵嗎 算了 妳也一樣啦妳 我們兩個以前都兩個 打電話互哭的 對 妳們兩個是 現在壽國謹存 擁有那個 台灣婦女團隊的 妳要頒獎牌給我 真的真的 妳們真的好厲害 妳們怎麼會 我們兩個以前真的是 我跟妳講 就是人生 這次在裸娃獎 妳交朋友要非常地小心 尤其在妳剛結婚的時候 妳一定要交那種 觀念是正確的朋友 誰觀念不正確啊妳 觀念不正確的朋友 就導致讓我就一直 一路忍下來 蛤 可是妳們也能夠忍 所以妳個性很好 妳沒有內傷 妳也沒有內耗 沒有 因為我們就會 譬如說會互相講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她也沒事啦 沒事 那個就算了 這是我自癒 對 我們就會這樣 然後那是我療症 對 有時候 劇綺姐不想忍 可是被自由講一講 對 因為她會講說 我脾氣很暴躁 她就說妳就這種大 這是妳 因為那時候我剛剛從外國回來 她就說台灣都是長這樣子的 對 我說台灣 你說台灣的家庭就是長這樣子 站在老公的角度 我真心的希望 因為每次她不想忍的時候 妳幾句話說 哎呀 玉琳哥對不對 這麼優秀對不對 可是我後來覺得 我也蠻害到Julie的 不是 所以妳們跟那個自由姐 要多做朋友 其實聊一聊就會有那個出口 妳就不會覺得 對 有什麼 比方說妳又吃不到那個雞翅雞 沒有來我們家 我買煮雞肉給妳吃 菁姐 菁姐 少聊我 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們在面前吃給她看 妳們跟老公的感情是很好的 對 所以這個信任度是在的 所以妳就是 吃船已久的傳統美的 真的 菁姐 要多學一下 學不了 來 最後一件事 是什麼事 來 我的意見 不接納 不採納 對 不重要 又是妳了 妳怎麼這麼衰 對 Terry他們家有三兄弟 然後我們常常會有一些 跟薯條一樣 對 薯條三兄弟 我們會有一些就是家族旅遊 然後那就是因為三個兄弟各自成家之後 其實要聚在一起的機會也不太多 所以一般來說像 尤其這幾年又瘋露營 所以大哥大手也是很瘋露營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就會說 那要不然我們家族旅遊就一起去露營啊 然後我就想說 好啦 然後去了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到第十次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覺得 很累 然後又很熱 妳要 就是很多東西妳都要自己打理 自己扛所有東西 也不好睡 對 又不好睡 也要被蚊子咬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露營有什麼好玩的 然後有一次我就 真的受不了 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要不要有一次 一次就好 對啊 因為我真的想說 就是出去玩大家放鬆嘛 也不要把自己搞得那麼累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就一個媽媽 妳知道媽媽年紀也大了 然後妳可以聚集三兄弟在一起 還有她的孫子們在一起 可以讓她寒儀弄孫的時間也不多了 妳就讓著她嘛 然後我就說 這個 好 這個我真的只能說好 我也沒辦法 妳知道住飯店 雖然是很舒服 可是藝人還是一間 小朋友就是 我們就是 大嫂一間 二哥一間 我們一間 對不對 小朋友要玩 又聚在同一個房間 我媽又另外再住一個房間 我們等於是去外面住各自的房間 等於跟沒出去一樣 那妳如果去露營的時候 小朋友可以溜啊 他就寧可就看到四個孫子在那邊玩 然後大家要一起吃 雖然有時候手拿起來 滿嘴髒髒的 他就覺得說 我四個孫子都在 我三個兒子都在 開心了 對 我覺得說 這個對我來說是大過於 好啦 露營真的吃不好睡不好 對 可是我覺得那個 心裡面的感受度比較高 對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拜託妳就 稍微配合一下 就是 以媽媽為主 對 那可能 十年之後 說真的媽媽坐輪椅了 她也沒有辦法去露營了 Terry 你確定媽媽喜歡露營 她會不會也想住旅館 對 妳媽媽可能也想住旅館 她也也也想住飯店 Terry 你確定媽媽喜歡露營 她會不會也想住旅館 對 妳媽媽可能也想住旅館 她也也想住飯店 她也想住旅館 她想住旅館 她也很熱 配合妳們三兄弟 還有 她根本也不想在外面 那個地那麼硬 草叢這麼多 她心裡面的聲音 對 這個混蛋請調三兄弟 她會感謝妳 那我說服她 對 她會感謝妳 其實有民宿可以包到 妳可以追 對 這是Terry自己的想法 對 其實民宿 住一間就好了 妳媽媽也 Terry媽媽是不是想 妳是不是想坐旅館 老早就受夠那個帳篷 這麼熱又蚊子 對 又難睡 她還要煮菜烤肉 她才不要 對 媽媽 全都都民宿好不好 都妳們自己想的 對 可以的 美玲妳去坐族 可以的 妳婆婆會謝謝妳的 對 真的 真的 我發現好像真的是我的問題 對 就是妳想住營 我跟妳講 我有時候覺得 男生的那個邏輯 都不知道是想什麼 對 他們都覺得他們自己想是最的 像當初我們家在裝潢也是 我們家就樓上樓下 那我就決定跟我老公住樓上 那樓下的裝潢我們就不管 對不對 就讓婆婆去坐族 對 所以她說廚房 我就說那廚房 那時候我剛剛嫁過去 有一個自己的廚房很漂亮 想要去裝潢 結果我老公就說廚房 我媽弄喔 妳不要管 然後我老公隔兩天 我就想說要去買床 那我們家是西式的 妳當然要買那個西式的床 沒有 我婆婆說她去訂好的那個 床頭櫃 化妝台 床 她都訂好了 訂了四組 我說她 跟裝潢不合還是怎樣 她弄那個原木的 就是 那問題 傳統的 鏡子還是銅鏡 我不喜歡化妝台 因為我從以前就很討厭化妝台 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她就是一個佔空間的地方 我那時候就跟我說 我不需要 我不要 我就還跟我老公說 我不要 我們自己買 我老公就說 妳不要管 就媽媽他們都買完就好了 就聽她的就好了 妳又不懂 她什麼都不懂 都覺得我們不懂 她都懂 然後他們就覺得 妳也不講話 沒有 但後來買床這件事 後來我就說 我們樓上的裝潢真的不一樣 我說那妳先去問妳媽媽她買 她們真的就是買原木 妳知道到現在 要把它搬去丟掉 還搬不動 那真的很重 很重 而且很大 很大又很重 所以我還好那時候 那個裝潢這件事情 我那時候跟我老公說我不管 我就是 因為那時候剛好 我們兩個也出了一點事情 所以她那時候就很妥協 樓上 她就都沒有叫我婆婆婆 那還好她挺妳 對 那廚房就始終不是妳要的樣子 對 現在還不是我要的樣子 沒辦法就是樓下樓上 那妳就 沒關係 妳就等一等了 幹什麼妳 我們這樣聽下來覺得 也不是說 當然我們不能夠求說 別人的媽媽把妳自己當女兒 因為我們其實也做不到 真的把別人的媽媽當自己的媽媽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媽媽 他們有自己的女兒 所以這個我們是可以理解 但是我覺得聽下來 是不是先生應該要多疼愛太太一點 因為歌以前講過一個名言 說男人在婚姻裡面也要會做人 真的 太太因為媳婦娶進去 我們的娘家都會教我們要做人 要在乎婆婆 在乎家裡所有的人 在乎妳先生 不要讓妳先生為難 那先生是不是要多疼愛太太 也算是一個做人 沒錯 因為以後等大家都不在 就剩妳們兩個 是妳們兩個人在過日子 是真的 所以這個投資是值得 要對太太疼愛 夫妻倆好好相處最重要 有一年我就看到一對老夫妻 他們小孩差不多15歲 妳們夫妻倆感情好好 妳們每天去爬山幹嘛 玉琳 我跟妳講 妳們都把重心搬在小孩身上 不是叫妳們不愛小孩 妳們要知道小孩在妳的生命當中 她只是插曲 為什麼 她可能20歲去國外念書 哪怕在台灣念書 她有自己的生活 她可能也搬離妳的家了 真正到老 妳們要互相負責 是妳們兩個 妳千萬不要以為小孩是妳的一輩子 所以我的心態很正常 我女兒當然是我的血脈 我當然很重視她 我老婆年齡差距也是我另外一個女兒 所以我等於就是 我就是兩個女兒就對了 兩個通通都當女兒就對了 很好 要祝福大家要記得這個 HAPPY WIFE 才有HAPPY LIFE TERRY要記得 TERRY去住民宿 不要再連錄影看 煮飯店 下次都聽妳的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不要再讓美玲 沒雞肉汁了 謝謝